有来医生,有健康,想未来 生殖气泡疹怎么治疗? 孟燕,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内妙外科,主任医师 生殖气泡疹是男性性传播疾病当中 也算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 目前他的发病率在性传播疾病当中排到第五位 但是实际发病率可能比这个统计数字要再高 因为它是一种病毒性的疾病 所以它一方面有自弦性 发病的表现与病人的身体状况和免疫状态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所以表现为局部的浓胞或者是溃疡 也可以表现为全身症状 像是肌肉的酸疼,发热,乏力等等 还有其他部位的感染 像是粘膜的一些溃疡性的表现 在治疗方面呢 一方面可以用抗病毒药物 像是阿希洛维啊,法希洛维啊,等等一些抗病毒药物 还可以用一些干扰素啊,聚集包 影响免疫状态的药物 另外呢,要注意 提高病人自己的身体素质和免疫状态 有利于疾病康复 病毒性感染啊,容易在神经节里面潜伏 所以这个病容易复发或者再发 就是在治疗当中也是需要注意的 专家提示 生殖机泡疹是一种常见的性传播疾病 其治疗方法如下 一、药物治疗 包括阿希洛维、法希洛维、干扰素、聚集包等 二、提高患者身体素质和免疫状态 利于疾病康复,防止复发 三、生殖器泡疹疫苗 ��� modeled 一、 hole 都联系 二、吹 三、黄